HELLO 大家好,我是劍聖 那現在要來分享的是八本的部落戰 那要分享的是上次跟上上次打 先來看這個 上上次打的是一個五級的部落 這個部落比較弱,只有五級 很久沒遇到五級部落,真的是超弱的 其實也不能說他們弱啦 就,可能是剛創的關係吧 所以可能比較沒有這麼熟練 那我們,因為他們的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這次帶的有 33,33是10本滿房 那對方的1號是11本 所以剛剛11本啦,所以大家都只有打一顆星 那他們的9本也比較弱 所以我就沒有打算放9本的 我們就先看八本的吧 八本的話要看的是 應該是這個 這個 IMEE 那他這個應該是補星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個陣型波成堡在中間 那 是可以引出援軍的 那 比較特別的是他把四個迫擊爆都放在內置 你看一下四個迫擊爆 在這裡 跟這裡 其實八本的陣型要看到四個破擊爆全部放在正中間的陣型比較少 因為通常都是放電塔跟電塔 那這個是把破擊都放在一起 那 他這個陣型呢 嗯,有雙炸彈的可能性只有下方這個發斯塔這邊 就這邊而已 所以這個陣型 很好 用四把珠去推掉 那如果你今天要用女武神 那你也可以帶七隻珠 其實效果都很好 這種陣型很好解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伊伊打的 那他就打兩分多鐘就結束了 嗯,趕快打趕快打 然後 先放一隻弓箭手在十二點的地方 然後石頭下的很密喔 一個下在六點 一個下在五點的地方 法師幫忙清一下 然後炸彈炸開 這邊要跟大家講一下 炸彈人 炸彈人 盡量不要放在 法師塔攻擊的地方 他這邊就放了 但是還好有炸開 八本的話是可以 那九本的話 法師塔 因為一下就會把炸彈打死 所以不要這麼做 然後他兩邊都炸開了 但是因為 六點的地方炸比較快 所以石頭 你看他這邊石頭就跑在一起了 六點的地方石頭就會合了 這有點小失誤喔 那因為他是補星的關係 所以 有引出援軍 應該是補星啦 我其實不太確定 因為看他一隻豬 踩大炸彈用引原軍的 所以應該是補星的機率比較高 好 肉營出來之後 下毒藥就處理掉了 然後法師非常密集 那小心的是裡面的破擊炮 把法師炸死了 好已經進來了 然後他的豬是排排放在九點的地方 全部的豬一次放進去 但是 那因為大炸彈 你可以看 兩點的地方一顆 然後四點的地方又一顆 所以現在就剩一顆 然後還有兩罐補星 所以這樣打起來就是 絕對GG 而且他又沒打炸彈 不是不是 沒雙炸彈 這個陣型很好打 因為通常以往的 以往的類似這種陣型 都是裡面放電塔跟雙炸彈 那這個就是把四個破擊炮放在裡面 還蠻特別的 但很好打 然後這是低個八本 那其他的話呢 也比較弱 所以就不看了 我們就看下一個 這個就是 上次的 對上一個其實解剖了 差一點點啦 差一點點就輸掉了 差一點點真的是很驚險 因為對方是超級多 我們一號是 九本喔 那對方一號是十本 二號是十一本 三號是十本 雖然說防禦 都是大家都一樣的 但是因為他們科技的關係 就是 贏我們一點點啊 所以他們推我們也是非常簡單 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都推我們一號二號三星 那我們一樣是看八本的 八本的話 我來看一下齁 應該也是看 IMEE 來看一下 OK 可以看一下這個 按一是八本喔 那他的對手是九本 那一樣 因為剛才陣型 是 呃 不能說完全一樣啦 但是有那麼一點點下 防空也是內置 破氣炮四個也是內置的 那因為他是九本的關係 所以兩個空氣炮 然後 有多一個 防空 那其他其他其實都 都是八本的東西啦 那陣型 好像他也沒有多買成槍 應該是沒有吧 就沒有辦法去算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也是八本 要怎麼推這個 那對方的陣型呢 其實 很不難打 他的思考都思考很久耶 加速看一下 OK 石頭也是放得蠻密的 這個是 左下角一個接近六點的地方 然後圓圈出來 對方是兩個不用寶寶 跟一個黑球 那一樣啊 石頭都走一起了 這個是炸彈人的一些事物 炸彈人如果 放太慢的話 沒有同時間炸開的話 就很容易走一起 然後可以看到他 上面的法師 大概八點的地方法師都死光了 然後他豬這時候是排台放喔 分開放 跟剛才的放的方式其實差不多 因為同一個人打的吧 但是因為陣型的關係 他豬還是會聚集在一起 因為他陣型 他的東西呢 基本上都在中間了 所以你的補血就會變得很好放 雖然說前面他 我覺得他前面 剛才兩場這樣看起來 前面又出的也不是很好 但是 可能陣型的關係吧 所以十八竹都很好推 OK 補血放完 那你一看到 暗有一他都不習慣 從王的地方打進去 他都是 讓王去追著助打 其實我不建議這樣子打 因為王其實轉跑很慢 但是砍一刀 然後加上王在打 不是也是復復回來的 因為他的豬被彈了 然後又被王砍 剩下三隻 十四隻豬加援軍的五隻 十九隻 被砍到剩下三隻 還是有三星 還是有三星啦 點錯了 然後我們再來看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我想一想 看阿婆的 好了 阿婆也是最近 來的一位新玩家 那這個陣型就是 防龍陣啊 你看陣型非常的大 巴本要擺這種非常大的陣型 用地面部隊打 絕對非常輕鬆的三星 那 來看一下阿婆怎麼打 一樣都是石法柱 就 你看喔 他炸彈直接炸開的 但是他帶兩顆石頭 你看他上面 他就在一個洞而已 這樣就帶一邊 然後雖然這顆石頭炸完之後 他又跑下來 就等於石頭又聚集在一起 其實 真的不要這樣做 石頭聚集在一起很浪費 你的法師很容易就 死光光了 然後圓軍出來 下毒藥 還是下雙毒藥 如果想要下雙毒藥 毒藥就放快一點 如果倒了再放的話 其實效益並不大 你看他這邊 石頭 扛已經沒有什麼用了 然後全部距離在一起 那法師其實也死了差不多 然後之後把豬全部放出來 那因為這種很大的陣型的關係 所以豬是非常好去拆光的 然後前面又踩雙炸彈 這個超鑽的 然後前面又踩雙炸彈 裡面中間是電塔 再放一罐補血 如果想要這樣打的話 我是自己是建議 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因為這樣看起來應該是補星 因為畢竟不是打對號 你第一次石頭可以下這邊 去採雙炸彈 第二次去下這邊 去把王處理掉 這樣子的話這邊都沒東西了 然後豬就可以在這邊放 然後他就會這樣子彈 因為這樣打起來比較穩定 那勝利的部隊也會比較多 那打起來也比較漂亮 雖然還是有三星 不過 我覺得打得不是很好 那 還是分享上來給大家看 那我們加速把它看完 雖然還剩得出 最後還是很少很少 這種陣型剩得出應該要非常多 那法師也是死光 很可惜啊 如果再打好一點的話 就 就 就更完美了 那以上就是這三個八本的部落戰 OK 那最近有人問健身說 為什麼我都沒有放自己打的 因為我很爛啊 我打不好 所以我沒有放自己打的 好啦 那就 就這樣啦 這影片就到這邊 那有種問題也歡迎在下方提問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